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印度是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国家 当地8%式的印度人都十分信仰印度教 并且虔诚到不可思议 因为经济并不发达 这里还存在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习俗 就比如在印度的南部安德拉邦的一座神庙 每年一到七月份 不少的父母女就会慕名到神庙跪拜 然后在统一趴下人人从背上踩烫 而神人就会打扮成神灵的样子 一手握着木剑 另一只手举着盾牌 嘴巴里还念念有词 场面一度十分的严肃 据说这是为了向上天祈求新生命 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怀孕 当然在印度这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国家中 大多数妇女是为了祈求男孩降临 显然这样的举动带有很浓重的封建色彩 但是这些妇女却是神心不已 并且这一习俗在印度已经流传了几时代了 她们坚信被采后一定会怀孕 即使不会怀孕 也有去病除灾也年益寿的效果 对于这种观念 她们并没有废弃的念头 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甚至就连男人 孩子也会趴在地上等着被采 不得不说 无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看到这一幕 不少的游客就会担心 哪个人的妖骨能经得住这么采 当然僧人也怕出人命 基本上都是采的臀部 一般来说 人的臀部承受力比较强 如果是妖腹 很可能会采到内伤重伤的 对于这样的奇葩习俗 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